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中选会 因为昨天谈了一下关于中选会李静勇 对着电视,对着媒体说话了 说不行的话我就拿头,把头搁下来怎么怎么样 这个动作呢,其实让整个社会哗然了 为什么说呢? 选举委员会本身呢,它是一个公正的 就好比说两个人在下棋,或者两个球队在打球 你这个选举委员会呢,是决定了谁胜还是谁负 你就是一个裁判,作为一个裁判应该是公正的 对吗?你只有公正,让他们两个人去公平竞争 然后最后你宣布一下结果,这个就是中选会的职责 因此中选会在任何的民主国家 选举委员会在任何的民主国家 它都是一个中立的行政机构 它不能带有任何的党派的色彩的 而且这些人是不动的 今天你这个党执政,你下去了 第二天他执政,这个选举委员会是不动的 我们在那边接触选举委员会的人都十几年了 每次选举委员会还是那个人 基本上没有,主要的人都没有换 他们从来不带任何的政治倾向的 就是很公平的告诉你这一次选举规则是什么 然后他负责监督,负责点,负责公布结果 这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而台湾这个选举委员会呢,不是 自从李静勇进了中选会之后,完全变了 整个中选会就是蔡佳的中选会了 在这之前,至少台湾这个选举委员会 还遵守一个没有党派色彩,对吧 李静勇进入中选会以后,他是民进党的人 但是假惺惺的辞去了那个党员的那个身份 这都是假的,你已经注定了你就是民进党人了 而且你注定了你进去的职责就是帮助民进党做票 这样一个中选会,这样一个选举委员会能存在吗 还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吗 已经完全完全不可以了 也就是说,两个球队在打比赛 那你作为裁判,裁判的话 你支持A,你打击B 好,A一投篮,没事 B只要一投篮,犯规 一投篮,走步,一投篮三秒 你永远在吹B 永远是让B没有万法投篮 让A随便投篮,怎么进球都算数 而B怎么进球都不算数 那你这样的一个比赛,这还能比赛吗 只要正常的比赛的话,那观众就造反了 就砸东西了,或者冲进场地了 这根本就完全失去了公平性了 李静勇这个角色最近一段时间疯了 为什么疯了?被我们逼的 这次给他逼出来了 他不出面不行了 他眼看这个罢韩要折 眼看这个罢韩要被破掉 眼看他实施不了 眼看他这个罢韩整个的黑幕会被揭开 眼看这个罢韩会让全世界知道 你蔡政府在公开的做票 所以现在中选会疯了 为什么会疯了? 一定是后边有一个人跟他说 你李静勇不把韩给我做掉 你跌着脑袋来见我 所以李静勇反过来对老百姓说 你不给我罢韩的地方场地租好 拿脑袋来见我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挺好,让他们充分表现吧 我们看一个报纸啊 这个报纸忠实了 这篇文章写的也不错 我看了一看和大家进行分享一下吧 他说是这样 忠实社论李静勇剁掉台湾民主的头 也就是说李静勇在对媒体说话的时候呢 说说剁了头 不半头我就剁头 实际上呢 他们认为你是把台湾民主的头剁掉了 也就是说彻底砍掉了台湾民主了 我们看下面怎么说 随着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投票的日期接近 把韩势力用尽的手段 节节逼近 主管全国选务最高机关的中选会 在最后阶段终于出手 由诸位李静勇专程南下高雄现场 亲自督军押阵 更不为争议赤裸裸的表态 展现巴韩势在必得的态势 尤其李静勇现场一段斩首说 文之令人不横而立 让人顿觉好大的官威 好厉害的政治 好惨的台湾民主 好悲惨的台湾民主啊 原来这句话一句话就道出了 他的中选会的本质了 当天的场面堪称经典 李静勇盯场高雄市选委会办的 罢免投开票防御演练 罢韩团体则找来民进党立委 刘世芳助阵 演出拦路陈情大戏 做戏演戏 这就是假装把李静勇拦下来 你要说话 这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当着李静勇的面 痛批高市选委会 不借开投票所 是否强拆罢韩广告 李不顾本营中立的公务身份 当场强调 选务工作一定要优先考量民众的便利 一定要优先考量 现在不管什么疫情了 罢免这个是优先考量的 罢韩团体成员在旁边 点头如捣蒜 点头如捣蒜 就是当当当当 我应该说点头如鸡多米 光光光光光光 这是点头 点头捣蒜 点头如捣蒜 点头如鸡多米 双方一拉一唱 李静勇的立场已 展露无遗 中选会号称的公众形象 也随之荡然无存 最绝的是当高市选演会反应 因防御固理很多头发场所都接不到的问题时 李静勇当场博士说 尽管提报上来 若国立大学 国营企业单位也借不到 我这颗头剁下来给你 这个就是跟皇上似的 哎呦往那一坐 李静勇在那边是奴才 是孙子 是太监 转头 他就变皇上了 通通给我报来 国营企业 国有的这些大学 因为这是什么 因为国营企业 蔡有说话权利 我能给你钱 我能把你校长给罢了 通通报来 如果这些报来以后 再不通过的话 把头剁下来 那意思就是说 李静勇很清楚 把所有的国营企业都给我报上来 每个国营企业都给我出一个场地 让我能够罢韩 这个就是那个皇帝啊 来到了乡下 哇那个牛啊 通通给我报上来 我一码全批了 就这态势 一个奴才 转身对高雄 就这官司 就这姿势 就这态势 通通给我报上来 我来批 可见 这后台硬啊 这皇帝 皇帝点着呢 给我罢 文章说 问题是 李静勇此言 已不仅是罢气 甚至是 罢道 罢凌 姑且不论 他的措辞表达 已超越分纪 傲慢嚣张 完全不顾中选会 是超越党派的独立机关 更应该行政中立 难道 他还自居为行政院长吗 是教育部 经济部为下属吗 难道他是苏贞昌吗 难道他认为 什么教育部 我经济部 我通通拿我来管 我来批 他可能就是这样 当然我相信 他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 苏贞昌 也得听菜的 苏贞昌 现在也得这么说 到了苏贞昌那儿 一定批 这个也是跑不掉的 文章说 作为中选会主委 更严重的时隔 而且根本误导的是 李静勇说 罢韩投票 要和市场选举 一样有1823个投开票所 希望让选民回去那个地方 来重新思考 最后怎么选择 问题是 罢免与选举不同 不投票本身就是展现 对执政者的认同 以及对提出罢免方的否定 也就是说 我们当年选了高雄市长 韩国瑜了 现在你说要罢 那罢的话 我不去 就是我不 我不愿意罢 我认同他 我说我去了 我就罢 干什么要再去 再投一个认同 那不需要了 因为这不是选市长 这是罢市长 简单来说 我们在选市长的时候 只有你同意他 你就投他 并没有说 我不同意他 我投一个反对 韩国瑜当市长的票 没有这个 没有反对他当市长的票 那现在你要去罢他了 你怎么又来一个 我要反对罢免这个票呢 这本身的逻辑也不成立吗 当年选的时候 我同意 我就选他了 不投他的票的人 就是不同意 今天你罢他 是你的人去罢 我不去 我就是不同意 我要去了 我就是同意罢 这两个逻辑关系 本来是非常简单的 而现在呢 李俊勇不是这样 让所有人都给我回来 回来怎么样呢 同意罢免 同意罢免韩国瑜的人去 不同意的人 就是当年支持韩国瑜的人 也要去 这两个人都要来 这干什么呢 这不是互相制造矛盾吗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罢免 有多少人罢免 你有57万罢免 你就过 又不是你过 你过不去吗 正是因为他过不去 他没有57万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拼命的 要让所有的人 都回来重新投票 而都回来重新投票 是两个 一个同意 一个不同意 那当年选市长的时候呢 就一个 同意就选 不同意就不投 没有那张票 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以现在台湾这个 李俊勇呢 把这个罢免 这个事情呢 弄得非常的复杂 就得要支持韩国瑜的人 也得去 去给他凑那个分母 有了那个分母 李俊勇就可以坐票了 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 文章说 高雄市民要不要出来 参与罢免投票 当然是市民自己决定 投与不投就是一种态度 岂容扭曲误导 更何况全国选务大总管 李俊勇的说法 不就是在诱导市民 非出来投票不可呢 这句话说的很关键哈 你现在整个李俊勇 做的这个事情 你就是在诱导这些老百姓 你非出来 你一定要来出来给我投 为什么呢 投那个分母 数量大了 我最后在这里边 一拨弄一改 就完了 因为你不能查票 你不能清点 你不能司法复合 你什么都不能 只要把这人头锅凑满了 我一做 电脑一做 就完事了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文章说 罢韩团体指控 高市 选委会不积极借 投开票所 社区 宫殿 学校 家长会都陆续出面声明 因为疫情的考虑 经过内部投票决定 不借场地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 庙 宫庙也好 学校也好 还有那些 社区也好 他们内部也是经过商量的 认为 还是安全起见 人们的健康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这个场地 不借 因为你一借的话 来了那么多人 整个又群居感染了 大家不愿意 所以 重要的还是身体健康 所以不借 这些真实民意 却在罢韩的政治旗帜下 遭到了抹杀忽视 一旦学校与家长爆发反弹 难道不是由韩师傅 出面收拾安抚吗 也就是说 如果社区我们不愿意借 但是你中央强行要借的话 万一他们不干了 他们要造反了 最后谁来收拾呢 那还是高雄市府来收拾吗 他是这个意思 下面他说 台湾民主受严重伤害 事实上 巴韩团体如何宣传 是一回事 但作为裁判的中选会主委 却急着视察为名 行宣传诱导 甚至恐吓之时 这不仅是视行政中立为无物 更是践踏好不容易建立的选务公信力 对台湾民主的严重伤害 绝不是一时的 这个呢 早就是这样 这句话 其实在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早就应该说这句话了 你这个公信力一旦破产了以后 老百姓就没有人相信了 就不要再选了 比较遗憾的就是呢 在之前总统大选完了以后呢 没人敢说 到了现在巴韩的事情 我们把它挑开了 我们用针把这气球给它挑破了 所以人们都知道了 在这种情况下 报纸才有一些人敢说 说如果现在你公选会没有公证的话 你把我们这个就破掉了 到今天才说呀 到巴韩的事情才说啊 巴韩的事情 我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他要做票了 到现在刚刚有一点身影 可是在去年2019年6月时候 我说过一次 6月份说过一次 8月份说过一次 我周围的台湾人对我一痛的损 不要污蔑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是民主社会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没有一个人向着我说话 全都嘲笑我 现在呢 终于他们明白了 再不说 罢韩又做票了 再次做票了 所以现在还好啊 这个小报上还有这么点声音能出来 很不错 我觉得 目前罢韩势力策略 除了要把韩国瑜 从市政以防御工作的努力 转移到罢韩议题的攻防上 更试图激怒韩国瑜 借以身高冲突的对立 进一步催出投票率 让罢免能够成功 实际上不是说让罢免能够成功 让做票能够成功 让做票能够做得好看的成功 是这个意思 例如 巴韩势力诉求其广告不断的被拆除 其实是设置广告 必须依法申请许格 故意不申请而制造 拆除的冲突 然后一再不提申请 续挑衅执法公权力 营造韩市府打压政治效果 行政法律事件 贫遭罢韩团体无限上纲 用来替罢免宣传天柴火 李进勇对此都视而不见 李进勇在两年前因寒流兴起 在寻求云林县长连任重箭落马 为了蔡 不惜打破中选会主委 需找无党籍人士出任的惯例 找了党性浓厚的他 也就是李进勇出任中选会主委 引爆社会强烈非议 以立法院极大的冲突 后来他向民进党申请注销党籍 以回应中立性的疑虑 如今他是为报一箭之仇吗 还是终究献出原形 外界不得而知 中选会主委为了维持选务的正常顺利 可以理解 但李进勇的表态与动作却实在太明显了 他说要剁掉自己的头 其实已经剁掉了民主进步党的假象 更剁掉了台湾民主的脑袋 评论文章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呢 还是说出了一点实情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中选会 李进勇 他过去是民进党的 在云林县落马之后 被蔡弄到了中选会 立法院当时有一些质疑 他为了回避这个质疑 说那我辞去了民进党党员 他做了这么个东西 其实骨子里还是那玩意儿 而中选会在总统大选一把做成了 接下来按照这个模式 做谁都可以做 在总统大选那把做的时候 整个台湾安安静静 整个台湾大家都沉浸在一个 公平正义选举的气氛当中 特别是那些支持韩国瑜的人 我那时候看最后几次造势 真的支持韩国瑜的人兴奋啊 从他们的笑容 从他们的脸色 从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看出 所有支持韩国瑜的人 都认为韩国瑜大胜 没有问题 从那时候整个的民意 不管是从外界 从内部都认为 如果真实的反映民意的话 2020总统应该是韩国瑜跑不掉的 但是呢 很少有人知道 有一个黑手 有一个黑幕 有一个黑箱作业 正在悄悄的进行 或者说早就把这盘棋给码好了 外边照这个民主的 那个中选会的外衣 其实全是骗人的 所有的做票点票工作 在开票前一天都已经布置好了 灌票东西全部进去了 也就是在1月10号 很多人他们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1月11号才投票 在投票当天你随便投吧 里边的票都已经码好了 在1月11号之前 所有的电脑程序都做好了 所有的投开票场那个票 事先放的都已经放好了 因此等开票一开出来 整个支持韩国瑜的人 全部都吃惊了 全部都傻了 为什么 这个结果和人们所预期的结果 决然相反 决然相反 最近又有一些朋友们 他们又做了一个更详细的分析 这个分析报道 我相信可能过一段时间能出来 我大概已经了解到 整个的重新分析的这个数据是什么了 他们很精确的重新 透过用他们的方法 对整个2020台湾的总统大选 做了一次重新的分析 他们预测出来 他们这个数字 蔡的得票是在300万到400万之间 而韩国瑜的得票是在700万到800万之间 这个数字 是他们经过了精确计算 算出来的 我相信这个数字很可能过一段时间 会展现给大家 会告诉大家 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就李静勇这个做法 到现在已经彻底的 毁掉了中选会那个中立的形象了 正像这篇文章所说的 彻底的砍掉了台湾的民主的头 彻底的砍掉了 他说砍掉了民进党的头 这个我不认同 民进党的头早就砍掉了 如果你今天才看清楚 是中选会把民进党头砍掉的 那太愚蠢了 太愚蠢了 蔡上位那一天 你看那些绿营的大佬们 一个一个被踹出去 那个时候民进党的头 在2018年就已经被砍掉了 已经都没有了 今天李静勇他砍掉的 不是民进党的头 今天李静勇砍掉的是 台湾民主的头 这个是没错的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